卿云 你怎么了 卿云 卿云 他到底是怎么了 卿云 他怎么会这样呢 小张 你快看看 怎么会突然晕倒的呢 为什么 你说呀 丁大哥 卿云身上 有一种 诅咒禁术 什么诅咒 我刚才去找他 发现他晕倒在地 他醒来之后告诉我 卿云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快点告诉我 我爹的整个家族 被天玉妖人下了诅咒 成年之后 如果解不了咒的话 就会活不了多久 我娘说过 最年少的发病者是二十一岁 我心存侥幸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进了魔地之后 身体就觉得越来越难受 想必 是这个咒要发作了 那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怎么不告诉我们 卿云 无论再狠毒的咒语 都会有解除的办法 你好好想想 你娘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你说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人命关天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是要 是要跟心爱的人圆访 心爱的人圆访 那 不可以告诉丁大哥 我不可以让他知道的 卿云心里清楚 知道他自己爱的人是谁 他知道这件事情 会让所有的人为难 所以他选择藏着憋着 也不让我告诉你 现在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